李宗盛 詞曲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哇 消防點氣臧背宮 一口奧企 我們來敲牌做師傅, 驚天動地 來…你在做甚麼? 除了唱歌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辦法 去表達我內心的興奮和熱性 很有型 很壞, 不要這麼稱讚我 你看那個考試場地多有型 夠了, 這裡是考消防電裝工的地方 要唱歌, 在隔壁山上唱 神經病才會唱歌 我並不認同這位男士的說法 在這裡唱歌, 不一定是神經病 但來到這裡, 還是要神經病 因為要考消防電裝工 就是要神經病 雖然我暫時已經是師傅級數 但我從來沒有放棄成為偉大作曲家的夢想 歌唱這位男士的歌聲 熱情不放, 勝意無限 而遍我失望心中的一團 我失望這個時刻的感覺到 要爆了 都…都死了…都死了… 我豬肉佬 又何嘗不想成為一個偉大的舞蹈家呢? 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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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這是考試地方 你們著火, 即是挑戰我 把所有證件都拿出來 讓我代表一下資料 又死了… 又死了… 我們一定可以… 一項OK, 考牌拿A 再次了… 這次考試三個小時 中場沒有休息 一切依足, 考試規矩 我負責監口, 你們沒意見吧 傻了, 人稱鐵面大Sir的你 能夠讓我們這些年輕人來考消防電中工 是我們的榮幸 大家一起跟我叫聲大Sir 大Sir 行了… 這次考試呢 首先考筆試 然後考實務試 你們有些工作經驗 祝你們好運 你看我們這一生 整齊的裝束 有善敬眼神 就知道我們是充滿經驗和自信 大家是不需要很緊張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專業的電工 我身上戴著這個螺絲批 替我來裝螺絲 是很合理的 正如她剛才所說 我也是一名專業的電工 所以戴著翠仔旁身 都很合邏賊 謝謝 大家不用緊張 我不是一個電工 不過是用來考試的 這些工具是用來考試用的 也很合理吧 行了… 你不能穿短褲 快點換這個長褲 所有工具都是由市場提供的 你們不能帶師傅的工具來這裡 蛤? 蛤? 不是吧? 為甚麼要怎麼辦? 你快點找人撿走它 你… 等等 不過… 你懂不懂工具的名字 還有用法 阿Sir,你別搞笑了 我們來得考試 不是不懂的吧 像你的手襪一樣 怎樣用 還有何時用 阿Sir,手襪當然是用來保護對手 不要被人戒損或割傷 你放心 我一定會全程帶著它 手襪並不是全程帶著的 好像在旋轉駕鑽方面 尤其是在電鑽 你帶手襪的話 就會繳在後裏面 有機會手指也繳短的 這麼危險嗎? 考消防電器中工需要的工具 不是太多 不過每件都很有用 考生記得要檢查清楚工具和材料 少了或不對的都可以向局方要求更換或添置 可以處理嗎? 無論你還差點 拉半哥 把炸彈拆掉了就可以了 但是, 應該剪哪一條好呢? 什麼?什麼顏色? 什麼?副色? 與其靠你們, 不如相信自己 就這條吧 嘿呀, 你這隻 紅色啊, 聽不聽到啊? 紅色? 你早說的嘛 但是, 哪裡是紅色呢? 就是這條吧 喂, 其實你是不是色盲? 有色盲的話, 不可以考這個市場 你轉行吧, 你浪費我時間 來啊 哇! 真正落手考試前 我們會有一個筆試 包括識角測試 和安全消防常識選擇題 識角測試是要檢驗一下 考生有沒有色盲 因為在消防裝配中工入面 員工要面對不同顏色的電線 靠顏色去區分線的屬性 如果這部份通過不到 那考試就不會合格 牌都拿不到的了 防火, 不防火, 防火, 不防火 防, 不防, 防, 不防 喂, 阿湘 什麼又是你啊? 不是你的眼衣翻好了嗎? 被你嚇死啊 現在不是分顏色 是分哪條是防火線 不過眨眼看呢 真的沒有分到啊 喂, 怎麼了? 分不到也不用剪爛它的 不剪爛它怎麼分呢? 防火線裡面 就有一層白色的防火衣 普通的PVC線就沒有這層白色的防火衣 我一眼就分得出啦 消防用的電線是沒有那麼容易燒著的 除了選用了不會自然的塑料做外層之外 令消防警報及控制系統沒有那麼容易失效 PVC電線預火一燒即溶 並且會自然同著火 跟著電線就會短路發熱 若果不及時斷電 變成火龍引起更大的火災的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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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位 同情 大夫 小二 回ady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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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e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表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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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 Sir,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箭嘴? 是什么意思? 我一会儿说,剧场里解释 说出什么不适合 让你再考驾知道这个适合 下次再考? 又是什么意思? 这次呢? 现在的考生不注重手艺 就只立即放晾了 对一个消防电器装备工来说 我们面对的是消防问题 影响公众安全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要学会手艺兼备 才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装备工 救命啊 搞不定啊 都叫你们跟我学习几堂升来考试 死记些笔记死光了 哎呀我明明记熟了 但来到现场呢 我就看记都看不明白了 哟我更惨啦 跟我之前做的笔记呢 完全不同的 缠线的东西怎可以靠死记难记的 外面的世界都不是用死一个系统 要过关就要靠经验 正所谓一理通白理明 跟我善王学习啦 手动警报器其实是个单刀双扎制 要先用他标核实这个电制的每个接点正确位置 包括 N-O N-C 和 common 不要单靠死记电制的脚位 因为不同牌子型号的元件 各接点安排都有不同 死记接点位就死定 学坏思耶 要识分电阻值 可以按试码 或者用他标来量度分辨电阻值都可以 两样都识就最醒啦 根据图示 装好适当左直的电阻 根据图示 用村口的接线 按极性的正 附接好 一定要跟回中线正 南线附的要求 拨勻它呀 接完电线之后 在安装免弹之前 可以用他标来量度住线尾 再按下键 应该标针是会按手动警暴器 开关键不同的情况 数值是有不同反应的 中坨之后的状态 应该是跟按住手动警暴器 开关键的状态一样 跟着再来看下 控制板回流接线重点啦 接线前先要穿好全部线 并要你顺每条电线 不要打完交叉 穿线前如果有在线尾mark上机号 例如1个mark就是接送1 2个mark就是接送2 3个mark就是接闪灯 那就容易搏又不容易挫啦 又要检查接线口绝缘层 有没有露太多酮 或者沾到胶皮 影响导电的可靠性 不可以单扣死技 要跟着电路涂脂波才够灵活 因为不同牌子的元件 各接点安排都有不同 死技接点位死定了 安徒核实每区应接上适当的元件 并要分清楚电线的极性 接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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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送小与本 接送了 在保险上器 接送的温cop 途中有两区是输入电讯号 两区是输出电能驱动警报元件 如果接错输入和输出防区 就有可能令到消防控制板销毁了 直播完之后可以用他标追踪 和核实每个宋的左抗值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就要跟进 否则交货验收时消防警报测试系统 一定会还你有错 那就再失败一次了 这么快就完成了 阿sir 来来来 先来看你 随便 不行 还有一次机会 再错扣分了 差一点而已 阿sir 刚才差一点而已 差一点而已 差一点而已 消防安杰没得差一点的 你真帅的阿sir 阿sir 来 阿哥想做我的朋友来 来吧 你真是这样 是 搞定 来阿sir 看看我这个扇槽和尾盆弄得有多好 随便看 我扇槽都弄了 扇槽走出来 会戒掉人的 还有吧 披风和尼口 又不收拾 你这些摸一下 会戒损手的 那扇槽长度没问题了吧 先量一下 市题要220 现在210 软了 那你那些螺丝 我会弄得很实正的 整个拿出来 怎么叫实正 阿sir 你这样的 你少少鼓励都不给人 你什么都说不可以 还有啊 水扇片都装错了 影响连续性 会变死人的 行了阿sir 那么夸张 什么都说不可以 我真是鼓励一下人 扎个领马一脚 阿sir 我的灯喉搞定了 你脚成这样 怎么收你的货 有什么问题 你这样脚的 那么斜 是弄得很有困难的 阿sir 你不明白了 我这条是充满着 意大利比什斜塔式的 比什斜喉 但现在我们是说 做消防 不是做斜塔 还有 好 让你们看一看 你看 你看 都不适合矩度 差了那么多 你不适合矩度 是弄得很有困难的 那还有一点 是 这些披风 你不收拾它 我们放线的时候 就会弄花一条线 那会会漏电的 哇 这么大件事啊 那么大 至少我的长度 对吧 那个长度 根据我们现场环境 是量度的 是 如果长了 你要短它 如果是短了 你可以像这样 拼回它 那么厉害 不知道可以拼得多长呢 喂喂喂 你这样穿不对的 你穿完一条之后 再穿另一条 有机会是伤到一条线的 还有 你的条线有气 你不理顺一条线去穿 也有机会是伤到一条线的 那应该怎么做 应该用穿线带 整组线一次过穿 那是最有效率的 今天你来考试 你记得想一下怎么做吧 阿sir 那是怎么办 再说一次 行不行 阿sir 我是按手指 说了这么久 我要和大家玩个游戏 请分别一下 以下两个成品 哪个才有问题呢 到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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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啦 到中啦 以下的工具材料名稱是什麼呢 到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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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全消防常識選擇題 一眼就分到 要先用他標核實這個電鍵的每個摺點正確位置 包括 NO NZ 和 和 comment 要識分電阻值可以按Sigma 或者用他標來量度分別電阻值也可以 兩種都識就最醒目啦 根據圖示 裝好適當左直的電阻 根據圖示 用穿好的電線按極性的正負接好 好 一定要跟足中線正藍線負的要求 要搏穩 摺好電線之後 在安裝面蓋前 可以用他標來量度線尾 再按按鍵 應該標針 會按手動警部器開關鍵不同情況 數值會有不同反應 裝桌後的狀態 應該跟按住手動警部器開關鍵的狀態一樣 摺線前先要穿好全部線 並要理順每條電線不要亂 穿線前如果在線尾沒端上摺上記號 例如1摺接鬆1 2摺接鬆2 3摺接閃等等 這樣就容易搏也不容易出錯 又要檢查摺線口絕緣層 有沒有退脫過多腦筒 或者沾到膠皮 影響導電的可靠性 不可以單靠死記 要跟著電路圖接搏才夠靈活 穿電線時不能夠逐條穿 有機會令電線受損傷 應用穿線帶把一組線捆在一起穿 電線要理順放棄 避免令電線受損傷 這樣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到最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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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兒 Tribe